伴随着咚咚咚的鼓声 一只龙舟在湖北省紫龟县三峡珠海风景区内的 圣水湖湖面快速滑行 讲起讲落间水花似箭 连日来 紫龟毛平镇龙舟队在这里进行训练 迎接即将在6月10日举行的龙舟抢红夺标大赛 紫龟是屈原故里 中国龙舟运动的发祥地 华龙舟一直是端午的重头戏 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 龙舟运动已从纪念屈原的民间习俗 滑向世界成为日趋国际化的竞技运动 紫龟端午龙舟进度渊远流长 传说当年屈原五月初五头江的消息传到了紫龟 屈原的妹妹屈妖姑悲伤不已 滑起小舟沿江而歌 我歌回哟 我歌回哟 当地百姓也很感伤 纷纷成舟随他一道为屈原油江招魂 此后2000余年 紫龟民众为纪念屈原而进行的龙舟进度从未间断 紫龟龙舟进度不仅具有龙厚的地域特点 而且形成了系统和完整的习俗 包括祭庙 祭疆 进度 回龙舟等程序 还有一整套锣鼓和唱腔 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屈原是诗人 是伟人 是一个心系人民哀民多尖的人 而对于故乡人来说 他是家人 是亲人 我们举办这种活动 就是在追思屈原 每年端午 只要条件允许 紫龟人都会放下手上的事参加龙舟进度 龙民也都是参赛队员 因此紫龟民间有着令荒一年田 不输一年传的说法 自1979年开始 紫龟在每年端午节组织举办传统职工龙舟赛 今年首次组队参赛的紫龟柄平镇龙舟队 队员由各村 社区 政治单位16名青年组织 平均年龄33岁 不管他们精神棉毛还是我们的那个队伍的那个团队也执行 现在已经多了很大的技巧 只会一个是屈原的鼓励 因为我们屈向而立 对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 我们是领会的更透彻 而且有着中华屈乡第一村之身的 龟州镇万古四村 17岁的高中生屈容生是龙舟队的新成员 今年高考驾和端午驾连着放 他就趁着假期参加训练 我们都是屈原的后裔 我也兴趣嘛 受爸爸妈妈的熏陶 再加上本身就对这方面也有爱好 再加上也是做一种文化的传承吧 作为屈原故里 紫龟推动龙舟运动走向世界 也是不遗余力 1992年10月 紫龟举办首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龙舟拉力赛 此后 紫龟先后举办多个高级别龙舟赛事 龙舟运动影响力逐渐增大 在这些赛事的推动下 国际龙舟联合会逐渐壮大 比赛逐年增多 规范性也逐步加强 目前 全球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设立龙舟运动的官方组织 定期举办龙舟赛事和龙舟运动相关活动 有5000多万名龙舟爱好者被吸引 加入到龙舟运动中 现在 每到端午节 俄罗斯 以及欧洲 美洲很多国家都会举办龙舟运动 通过这种形式 龙舟走出去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也成为了我们与世界人民交流的一个载体 与此同时 紫龟也积极弘扬传承龙舟文化 并将龙舟运动与文化资源相整合 打造龙舟文创产品 实现体育文化与经济的共赢 在飞翼小巷内的霞江草边体验馆 霞江草边记忆飞翼传承人罗光林 正在全神贯注地用棕业编织龙舟 龙舟上配有草边艾草粽子 具有龙厚的紫龟地域文化色彩 编一个龙舟 缅怀去源 那么也是体现我们一个丹武习俗 紫龟人 霞江儿女 我们要很好的把这个霞江草边记忆传承下去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霞江草边记忆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去源文化 如今龙舟入澳正在持续推进 中华龙舟赛将成为巴黎奥运会表演项目 而在今年10月国际华联龙舟世界杯又将在紫龟举行 在区源文化的引领下 龙舟这项传统而又时尚的体育运动项目正在被全世界喜爱 中华龙舟走出去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缩影 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 而随着海内外的龙舟建儿在紫龟徽奖比赛 也助推了紫龟龙舟运动的蓬勃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